厄尔坎贝尔是休斯顿最传奇的橄榄球球员 在百名最伟大球员中排第三十三位 也拿到了大学联赛和职业联赛的双重名媛堂戒指 顶尖运动员肯定不缺钱 今天他来找比尔想改装一辆1949年的凯迪拉克 结果拖车上绑着的却是一个硕大的盲盒 原车主的心理年龄应该在十岁左右 手里有把起子看什么都想拆开研究 结果发现拆开后装不回去 索性把所有东西塞驾驶室里一卖解千筹 这车的原发动机变速箱甚至底盘都没了 鄂尔还是当古董车买了下来 没办法就是喜欢 这车出厂的时间二战刚打完 战时美国实行的是原材料配给之经济 钢材石油等原材料都被分配到武器制造厂 大部分车厂生产线都处于停工状态 就算战后恢复攻击产能也不可能瞬间恢复 而且战时汽车工厂的工人都被分配到战机的生产线上 这年代的汽车造型都大量借鉴飞机设计元素 造型气动而且科幻收藏价值很高 这段时间的汽车被称为火箭时代 所以就算是这种废铁盲盒照样有人会买 比尔也是这辈子没打过这么穷酸的仗 字面意义上的要从垃圾堆里刨一辆车出来 难度跟手工重造一辆车一样高 但鄂尔说车改好可以让比尔带戴他的名人堂戒指 我就这么接下来了 接下来就是简单的开箱过程 五六个改装是一箱一箱的把零件从拖车上卸下来 车架推进改装车间然后清空车厢里扔着的零件 接着开始做垃圾分类按车身分区排列好零件 一切逐渐变得调理起来 等份剪完就可以重新拼装整车了 接着把车架主体抬高在前面拼装出发动机舱 把两部分连接好后发现车的骨架保存得居然不错 这会让之后定制底盘变得更容易 不过车身有些地方还是生锈了 于是抬高整车检查锈时的部位准备修补 这车所有的积水都会集中在后翼子板的角落 所以两侧都是这个部位严重锈时 磨掉周围的表漆发现锈迹没有扩散 接下来只要切掉生锈的表板即可 切开后才发现问题没那么简单 车架的筋骨也已经生锈而且锈迹开始蔓延 只能顺着筋骨切开表板找到锈迹的终点 然后切掉所有生锈的部分用钢板重做 焊好以后再打磨平整喷上防锈漆 处理好骨架再用钢板替换掉后翼子板 剩下的部分打磨平整后车架就修整好了 有了整齐的车架就可以开始测量底盘参数 做一套现代化的定制底盘 除了测量好长宽还要测量车身地板的起伏 预估好发动机舱的深度 然后在焊台上画好图形就可以开始做新底盘 改装是按图纸切割好方管 拼好轮廓然后先用点焊简单连接 连接处都预留了半厘米宽的焊缚 让焊料可以充分融合 整体也就更结实 在悬架的弯曲部分焊上钢管 钢管可以在弯折机上做出弧度 焊好以后悬架被进一步加固 接着再用方管焊出后桥的连杆装置 方便之后安装空气悬挂 接着在悬架顶端焊上两根弧形钢管连接成整体 焊上衡量做好加固模拟出后桥的环境 然后用U型扣装好后桥连杆确定了连杆固定点 固定点部分再焊一根衡量即可 再在悬架上做出气压悬挂的气带底座 底盘悬架主体完工 固定在车底后就可以继续做发动机舱的底部支撑横梁 横梁是用三英寸方管焊起来 悬架整体用的是五英寸方管 所以要再焊一个转接支架才能把底盘整体连接起来 按角度切开五英寸方管后 用边角料重新焊接做好支架 最后再把发动机舱底部的横梁跟悬架主体焊起来 整个底盘就做好了 接下来要给车主选发动机了 鄂尔当球员的时候在球队担任跑位 形象点说就是这个位置的球员 就像你开车在三车道的高速公路上逆行 迎面开过来16辆满载而且没刹车的9米6 你需要撞开或者绕开这些9米6继续逆行 力量速度和灵活性都要是顶级还要跑不死 发动机里能同时做到这些的 只有LSX454系列发动机 而要装上这款发动机 就得改造原车的发动机舱 切掉部分舱体 然后加固能给发动机前悬架油气管路腾出大量空间 这类活一般都是胡子哥来干 爱车人是强烈谴责所有改装厂的胡子哥 机舱切割完后先焊接前轮悬挂合器带底座 把底盘的挂载都做好 然后做发动机舱的装潢 没错是装潢 改装这辆车选择了最高端的定制 引擎舱要跟整车统一风格从里到外都要好看 改装师决定把机舱里的前轮部分做出装饰性的包围 先做出24寸轮阻的挡移板焊在机舱两侧 接着用弯折好的钢板做出复古车的装饰性轮廓 这样整个发动机都被包起来了 打开发动机盖就像拆开圣诞节的礼物盒 里边的礼物自然就是雪佛兰的LSX发动机 比尔也是第一次买全新的发动机 这款454有627马力的动力6300转 限价14000美金优点就是机身相对小很多轻很多 每次活塞推动都会引爆整个气缸 然后用超高的能量转化率为整车提供恐怖的动力 接好变速箱后很容易就装进了机舱 小小的机身只占了一小部分空间 后边的改装也变方便了 机舱的驾驶是隔板早就切掉了 现在要沿着机舱内装饰板侧边的轮廓重做立体隔板 先用英国轮机做好弧形的底边跟装饰板连接 接着切出隔板上半部分的形状 然后再做定制装饰 改装师决定把隔板板筋做出凯迪拉克标志性的V字 焊好后发动机完全被包裹起来 接着要把变速箱也藏起来 测量好弧度和高度 用钢板弯折出20厘米长的半圆形罩子 盖在变速器上就这样一节一节的焊好 后桥这部分又是定制件差速器箱的箱体是钻石型的 后桥外壳也选用了更厚的钢材 才能支撑整车的动力 这车地盘已经不算高了 所以不能像别的车一样通过改装悬架抬高车轴 只能把传动轴做到地板里压缩底盘下的空间 切掉车架地板中间的一条 然后把传动轴连到变速箱 接着塞进车底 焊出带弧度的罩子盖住传动轴 藏好传动轴接下来要把后轮也藏起来 胡子隔板一节钢管塞进后桥里 以后桥为圆芯在车身上画出半径18寸的圆 接着切掉圆里的材料 这样就有空间做后挡泥板 焊好后根据挡泥板的弧度切割出盖板 盖板底部贴合底盘的轮廓 用方管做出加固底座 整个后轮现在被藏在罩子里了 然后切割出行李箱的隔板 同样板筋做出V字装饰 散热器也是镀隔的V字型定制件 为了让散热器完美贴合 彻底切掉了机舱前端的支撑件 用钢管焊出V型框架 然后用钢板板筋成弧形 做出装饰条焊在框架上 发动机舱的前端 现在看起来像个小产车 重新装好原车的保险杠 前脸变得凶狠起来 自此整车的车架也已经完全定制化 现在终于可以拿去打磨喷漆 传奇的车主也想了些点子装饰自己的车 他拿来大学联赛里的橙色就球衣 想用球衣的布料 给全黑的车添加一些亮色 比尔的改车技巧有些是跟老师傅学的 有些就是跟车主学 能把这些技巧结合起来 才成就了他现在的地位 这下又学了一招 另一边车架已经打磨完毕 做好底漆接着开始喷漆 黑漆必须得厚实均匀 所以需要比别的颜色多喷几次 然后老师傅还要手动用细砂纸 打磨抹平细小的缝隙 接着用更细的砂纸做初步抛光 再然后用海绵粘上抛光膏 做出镜面效果 做漆就得很长时间 送回车间后 改装师又在车厢里贴满纸板规划内饰 画好草图的纸板 可以用来做出门板的框架 接着做座椅 做垫和背垫部分用两种海绵拼接 同时提供舒适型和支撑性 头枕又是另一种海绵 在连接的部分画出V字装饰 这里就可以缝上车主的球衣 座椅被送去做蒙皮 改装师开始做音响系统 后座空间很大 所以低音部分可以安在后座的两侧 箱体也可以直接做成扶手 沿车身弧度贴好音响的面板 后座两侧做好低音喇叭底座 然后一点一点搭出整个音箱 两边做出弧度贴上毛毡 再用树枝固化做成扶手的形状 这时底盘也喷好漆了 顺便把发动机全喷成球衣一样的橙色 然后定制了X型的进气气管 正面看也是V型 装上配套的钢批节流阀 就有了进气管底座 改装师打算做出车主 所在学校球队吉祥物的标志性双脚 用铝管裁切然后焊接 这不仅做出了两只闪亮的大角 还跟进气气管一样形成X型交叉 粗大的进气管也能瞬间吸入大量空气 让发动机能顺畅燃烧 做好音响系统的后座 也用木板做出流线型的框架完全包裹起来 因为底盘有很多连杆结构 所以排气管需要用小节的钢管一点点焊起来 加上消音器和催化装置然后固定好 这时送去镀铁的部位也到火了 这部分工作是要把形状各异的金属做成镜子 做好后就可以防锈而且一擦就凉 接下来是定制风格统一的门板 依照之前的纸板做好框架 用工程塑料做出门上音箱和扶手雕刻成流线型 接着剪开车主的球衣包裹在扶手上 其他部分用蒙皮包裹起来最后把各部分连起来 一块门板内饰的内饰完工接着重复四次 所有内饰做好 再做做收尾的小装饰发动机做好不鞋 连接好底盘上所有挂载 沿悬架装上空气悬挂的气管 这车终于准备好建筑了 买家绣环节阵仗也是做足了 车被举升起来还盖着车衣 就是要吊足车主胃口 明远也是爱装裤戴着墨镜催比尔搞快点 比尔心想你想让我搞快点 当初就不该让我拆盲盒 目不揭开整车离地只有一拳的距离 后轮从侧面几乎看不见 整体用了刚柱轮毂造型一看就是定制的 标志性的火箭屁股 被重建了尾灯上有原装车的按钮 说明这车的加油口设计 跟原车一样按钮后尾灯会弹起来在这里加油 发动机上的进气管向对扭曲的扭脚 中间用名牌连接上边刻着车主进入联盟名人堂的年份 接着看内饰车主终于布装了摘下墨镜 自己的球衣被做成了车的内饰 橙色点制了黑色显得不单调方向盘跟轮足采用一样的设计 仪表盘也是黑橙色但速度表上的数字经过设计 高亮了车主人生高光的年纪 每个地方都有车主独一无二的小细节 这才是量身定制